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YC Onion Pudding V2 RGBWW 口袋攝影補光燈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個束口袋 盒子裡面還有一本小小的說明書 還有一張溫馨提示 還有一個小小的熱靴階座 那這個熱靴階座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相機上的熱靴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燈放在相機上面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YC Onion Pudding V2的布丁小燈 那最後盒子裡面還有一個Q彈的柔光照 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布丁V2口袋攝影燈 它的功能到底有什麼 那到底如何使用這樣的口袋攝影燈 還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工的部分 那它整台機身都是塑膠 那我們的左手邊呢有一個四分之一螺芽孔洞 那下方也有一個四分之一螺芽孔洞 可以讓你安裝各種奇怪的東西 那下方跟後方都有一些散熱的孔洞 可以讓它更有效率的散熱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完之後 我們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就可以作用 那光繪按鈕就是你按下去 它就會熄掉 那你放開就會又亮起來 所以你在光繪彩繪的時候 長時間曝光 你就可以這樣子開開關關 然後來畫你想要的東西 而不用去開關你的電源 或是調整你的亮度 我覺得是還蠻特別的東西 在其他的燈是沒有看到這種東西過的 光繪按鈕下方還有一個Type-C的充電孔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操作部分啦 在這燈上面所有的操作 都是用後面這兩個旋鈕來做控制 那我們的右邊這個主要就是調亮暗明度的部分 那你按下去的話 你可以切換不同的模式 左邊這個旋鈕就是控制你在那個模式裡面的細微調整 像是我們在CCT模式 我們就可以調整我們的色溫 還有我們的Green跟Magenta 綠色跟陽紅的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這個布丁V2的所有功能 那我們就先從CCT模式開始 那我們的色溫調整可以從最低的3200K 一直調到6200K 亮度調整的部分它可以從0%開始 1%1%慢慢的增加上去 它不會像是一些便宜的攝影燈 可能一開始亮度就是15%或者是20% 在拍攝近距離的時候可能就會太亮 那這一盞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一盞是RGBWW的口袋攝影燈 所以它也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 Green跟Vangenta的色偏調整 那它的綠色跟陽紅調整是用正副石來標示的 就是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式來搭配現場的光源來做調整 那第一個就是來到我們的故障燈泡特效 那我們的故障燈泡特效呢 它有各種不同的呈現方式 那現在是A的模式 那它有AB是一個比較緩慢的 慢慢亮慢慢按的狀態 那C呢 C是一個 C是有色溫的 就是有顏色的故障燈泡 那D呢 就是有 白跟黃交替的故障燈泡 那各種不同的效果之外 我們還可以來調整速度的部分 像是我現在覺得這個90%好像閃的有點太快速了 那我可以來把它調慢 可能調到50%之類的 就比較自然一點 更像我想要的故障燈泡的速度 下一個就是我們的色彩輪迴特效 那一樣有ABCDE各種不同的效果 那現在是A 就是開心的各種變換顏色 那我們的B呢 就是紅燈閃爍 那C呢 綠燈閃爍 那D呢 藍燈閃爍 就是RGB各種顏色的閃爍 然後E E在這兒 我就是用跳的 A跟E的差別是 E是用快速跳的 那A是一個滑順的切換 就這樣子 那我們一樣也是按一下我們的功能設定按鍵 我們也可以來調整我們的切換速度 下一個特效就是 是景燈特效 那一樣我們有ABCDEF 各種不同的效果可以讓我們來選擇 那現在是A 就是閃閃紅 藍紅藍交替 那我們來看看B 怎麼會有綠呢 很神奇的景燈特效 紅綠開始閃 那C呢 綠藍 那我們的D呢 單純紅色 那我們的E呢 E 單純綠色 那我們的F就是單純藍色啦 沒錯 那一樣我們想要調整速度 按一下功能按鍵 也就可以來調整速度 下一個就來到我們的HSI模式 色相飽和度跟明度的部分 那我們的色相呢 就可以用左邊這個旋鈕輕鬆的做調整顏色的部分 那我們按一下左邊這個旋鈕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顏色 飽和度的部分 那我們明度的部分就是用右邊的旋鈕來做調整 那在HSI模式裡面 如果你把飽和度一直降低降到0的話 它會呈現那個6200K白光的部分 那你在中間的飽和度的話 可能像是50 它會用白光跟色彩的光一起做混合搭配 我使用這盞布丁 但是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 那我們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小小的空間 在室內空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你單純想要有一個硬的補光 那你就可以直接做照射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如果想要一個更均勻分散的光線 你可以加上裡面附的柔光照 就可以讓光線更沒有指向性 那你如果想要一個柔和的光線的話 你可以反射牆壁或者是透過控光幕 這樣子都可以輕鬆製造你想要的光源 那我自己最常使用這盞小燈的方式 是來反射牆壁 像是那一個牆角有點黑暗 但是我想要那裡有一個光過來的話 我就直接照射牆壁 我們就會有一盞光來勾勒人的線條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這盞小燈它的照射面積非常非常的廣 所以你很輕鬆的就可以填滿整面牆壁 來製造一個柔和的光源 那這盞布丁是內建電池的 那經過我的測試 它的最大出力可以平均使用80幾分鐘 還算蠻OK的啦 那你當然也可以邊插USB邊使用 只是你插著USB充電邊使用的話 它最大亮度會變弱一點點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方便的就是你同時按下兩個旋鈕 你可以進入Master and Slave模式 那你只要是YC Onion的燈都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輕鬆同步你的特效啊 或者是顏色到另外一盞燈去 如果你有很多YC Onion的燈 你就一盞燈當Master 其他的當Slave 你就可以快速同步 這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時間 就不用衝來衝去一直去調整 那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它的光繪模式 我覺得這是這一盞燈還蠻特別的一個功能 如果你平常有在玩光繪的人 你就會發生幾個問題 就是你畫一畫 你就要一直重新開關它的電源 或者是你就想辦法把所有的圖案全部連在一起 一氣呵成 但是這一盞燈呢就有一個光繪按鈕 你就可以輕鬆斷開一個字啊 你可能是在寫A 然後你要寫B的時候 你就可以斷開 然後再去寫另外一個字 你就可以輕鬆畫出 你平常沒有辦法畫出來的效果 那你真的用了才知道 因為還沒有拿到這盞燈之前 我以為光繪模式就是可能就是開關嘛 那用了才知道 哇塞 這真的是超級好用 你可以這樣子隨心所欲的隨時去關跟開 真的是超讚 接下來我要講兩個有點可惜的小缺點 第一個就是它為了長得漂亮 所以它的四周都是圓弧的形狀 所以你如果放在桌子上 它很容易就是摔倒 就是有一個美麗的造型 但是它的實用性稍微降低了一些些 有點可惜 第二個缺點就是它所有的特效 全部都是顏色固定的 所以我不能說我想要這個特效 但是我想要有紅色的顏色 這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就它所有的特效都是固定顏色 你只有可以調整速度跟亮度而已 顏色跟效果是沒有辦法深入的去調整的 那YCO年的燈如果你想要用手機藍牙做操控的話 現在有兩款APP可以讓你來做選擇 第一款是比較直覺性的APP 就是你手機看到什麼顏色 你按什麼顏色 燈就會出現什麼顏色 非常非常直覺 那第二款APP是比較專業的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很多 YCO年的燈光產品的話 你想要做群組 或是同時調整所有燈光的效果 或是亮度之類的 你就只能在專業的APP做調整 那專業的APP操作界面也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看你個人需要來挑選不同的APP來做使用 那經過我的測試 我們手機藍牙在空曠的地方 連接我們的布丁小燈的話 我們可以距離50公尺以內都可以來使用 那超過50公尺就會開始斷斷續續 然後直到它斷線為止 那50公尺以內都是非常穩定的 OK 在我們今天的YCO年布丁V2小燈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面布丁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